原标题 基辅战役 斯大林每天诸可夫建议 是65万苏军被服从军事的角度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经典战地 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苏德战争 比如号称二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比如打破希特的闪电战战无不胜神话的莫斯科保卫战 比如苏军在终结最初的溃败后 第一次向德军开展进攻的罗斯托夫战役 这些战役各有特点 而共同的地方就是规模空前行挡 双方投入兵力之多 动不动就是十万支支百万 这也是的双方在战役中 伤亡人数不断刷新世界记录 其中发生在1941年的基辅战役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 当然对于苏联红军来说 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 战役中几乎整个苏联红军的西南方面军备的军包围 基辅战役于1941年7月7日到9月26日打响 战役空前惨烈 9月20日 基辅成被德第六级团军攻斩 从日德军第四十六装甲军赶到 并作为胜利军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 苏军也不断地投入胜利军 试图协助被困苏军突围 但军被德军击退 至9月26日 基辅会战结束 苏军第五 第21 第37 第26集团军大部 第40 第38集团军之一部被歼灭 65万人被俘 在解放战争中的来无战役中 华东野战军在一天之内 以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 兼敌两个军共计六万人 陈诚文训大骂 国民党部队总指挥礼仙州 就是放六万投注让共军去抓 三天也抓不完 苏联军队可是被抓了六十六万人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75年前的那个夏季 1941年6月22日 基特德下领德军实施巴巴罗萨 计划 德军以146个尸 3580辆坦克 4980架飞机 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突然袭击 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就此爆发 1941年9月初 德军中央集团军一部第二装甲集群 及第二军团向南推进 试图在击辅动于南方集团军进攻部队会合 德军推进神速 十天后的9月15日 两支德军装甲精锐部队就在基辅以东210公里的罗赫北茶会时 堵上了缺口 完成了对苏联西南方面军百万大军的合围 当时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是布琼尼元帅 在德军完成包围圈之前 布琼尼就向斯大林提出建议 西南方面军往后撤退 以免被德军分割包围 但是 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还撤掉了布琼尼的职务 英雄所见略同 苏联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 也看出了西南方面军将面对的恶运 向斯大林建议放弃基辅 撤到地匿伯和队案 以避免被德军合围 然后全力保卫莫斯科 斯大林再次拒绝了这个建议 并撤掉朱可夫大将的职务 于是 苏军西南方面军 丧失了最好的突围机会 9月16日 战争史上最大的保卫战打 讲 德军通过深远的正面突击 和随后的一侧突击 把苏军西南方面军 隔壁 成几个孤立集团 9月16日起 德军以第二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为主 对备为之苏军第五 第21 第38 第26 让五个集团军发起北肩作战 困守在带行阵地的苏军拼死抵抗 伤亡惨重 9月20日 基辅城被德国第六集团军攻占 同日 德军第四十六双甲军赶到 并作为胜利军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 苏军也不断地投入胜利军 企图协助被困苏军突围 弹军被德军击退 到9月26日 最后一支苏联红军在基辅以东投降 基辅会战结束 除了两万苏军官兵最后得意突出德军重委 苏军西南方面军基稳被监 苏军六十五万人被德军俘虏 加上伤亡 从一损失超过了七十万 不幸的是 苏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 参谋长图皮科夫 政委布尔美什坚科在突围中西省 苏军第五集团军司令波塔伯 夫在战斗中北福 此役 德军击毁或缴获884辆坦克 3718门火炮 3500辆车辆 可谓战果辉煌 德军亦损失十万余人 资料扩展 二战十百万苏军被俘投敌 皆因斯大林迁发了一道命令 施宜欠掌一掷 好在 苏联在这次及其他包围战中得到了教训 在之后的莫斯科战役中 苏联军队接近全力 避免被凶猛的德军包围 在之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苏联军队经过激战 更是反而包围了德国军队 报了一件之仇 资料扩展 苏联女英雄卓亚被德军杀害后斯大林 下了一道命令令人震惊 从这一点而言 德军赢得了一场战役 却输掉了整个苏德战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